隔木艦隊官兵隔離期滿兩週 疫情並未擴及社區 陳時中認為防線能守住是因為及時召回 先前召回時一度讓官兵在鬧區 集合引發國人恐慌 國防部檢討的做法 對於解隔離的官兵 將派車接送避開鬧區 之後反加自主健康管理7天 台灣21天沒有本土案例 陳時中再次提醒防疫不要鬆懈 而另一座城市聖路易斯雖然第一時間防堵 但在疫情趨緩之後卻又再次爆發 可見防疫不能鬆散 陳時中強調逐步放寬管制的同時 民眾仍需嚴守個人防線 新唐人電視台灣台北報導